中興大學在研發牛樟脂子子實體的生產技術 獲得了一項重大突破 研究團隊發現牛樟脂中富含的樟脂酸ABCI 對於引發新冠病毒感染的ACE2 能夠達到抑制的效果 目前這項技術產出的牛樟脂子子實體 也已經取得了衛福部食藥署的90天安全性核備 如果你一般用培養麵羊 底下會有那個阿嘎 那個羊菜膠在下面 但是我們這個不會用 拿起一大片完整圓形的牛樟脂 中興大學研究團隊在研發生產技術的過程中 發現牛樟脂富含的18種樟脂酸中 有4種能夠有效抑制新冠肺炎 樟脂酸A跟樟脂酸B跟樟脂酸C 樟脂酸I這整個按照順序降下來 這一個4個是比較有強的更強的 事實上在引起新冠病毒的過程中 病毒需要與血管收縮素轉化酶2 也就是ACE2結合才能進入宿主細胞引發感染 而牛樟脂中富含的樟脂酸正是能夠抑制ACE2的角色 雖然這項研究還缺乏進一步的動物及臨床試驗 但日前也登上國際期刊 而相較以往取用牛樟斷木來栽培牛樟脂子子實體 新大研究團隊研發出的生產技術是透過采用又相同成分的植物來進行生產 可以避免盜墓及保育疑慮 新大研究團隊進一步解釋 張之酸抑制功效必須采服用才能達到效果 而先前曾發現同樣能有效抑制ACE2的天竺葵檸檬精油 則必須用紋的來達到功效